拆解100个女明星变美思路 今天讲的是赵丽颖 很多人说她刚出道的时候长得土 演不了大女主 但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我翻她刚出道的时候照片 给我一种很强的稚气感 跟我们常说的少女感是不一样的 这种稚气就好比我们长大之后 你回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你可能会觉得可爱好嫩 甚至你会觉得没有现在好看 但你仔细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她多多少少都带着土味的 这个就叫稚气感 这种土它跟长相无关 跟气势有关 同意的点关注 所以说她长得土的那些人 你们真的应该多看我视频 提高一下美上 赵丽颖其实是标准的方圆脸 五官比较巨龙比较紧凑 这种搭配讲真的 乍看的经验度是不够的 但是她特别耐看 也超级扛老 所以很多人觉得她越老越漂亮 甚至生完孩子好像回春了 我12年以美人 Title是老板 分析过上半张脸 副业是野生美妆博主 综合以上所有圆脸 方圆脸的女生 赵丽颖的变美思路 你们就直接抄 第一个就是调整发极线高度 赵丽颖早期的碎发多 你单看上面部是很窄的 让原本的圆脸显得更圆 后期发异线的碎发一剃掉 视觉上拉长 脸型比例看得更协调 从稚气秒变甜妹 第二个就是化妆思路 赵丽颖变化最大的 就是眉形的调整 2.0的韩式平眉 比之前甜也够可爱 但是加重了圆脸的顿感 70分吧 3.0眉毛拉得更长 眉峰更靠后 减少了面部流 白显得脸更小 整个人变得更温柔了 90分了 非常值得借鉴 但是眉眼上有一点是要注意 圆脸五官紧凑的女生 你们禁忌就化那种 烟熏妆和全包眼线 因为眼周围被色彩和线条框住 就会看起来特别显老 不好看 第三就是发型 首选的就是长卷发 喜欢刘海的 你们可以整个八字刘海 长发的重心在发尾 发尾的重量感 可以很好地弱化圆脸 显脸大的问题 禁忌书短发 会把视觉重心向上拉 显得头重较轻 还想看我说谁